现在这便是我们的世界 而几年年前 世界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保存在化石里 古生物化石 独家的宝贝 远古年代的密码 这些家母看穿着生命的演化 物种的消失 地质的变迁 保护化石 尊重科学 敬请收看科技之光 为您播出的 无价的宝贝 古生物化石 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一亿年前 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 这个世界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恐龙 不一样的鸟和鱼 千奇百怪的各种生物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了解到 这些远古时代的信息呢 这便要研究化石 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化石的事 在课本里 有一首科学诗是这样写的 最早的鱼儿怎么没下巴 最早的鸟儿怎么嘴长牙 最早登陆的鱼儿怎么没有腿 最早的树儿怎么不开花 世去万载的世界可会重现 沉睡一年的石头能否说话 长眠地下刚苏醒的化石啊 请向我一一讲述那奇幻的神话 一直以来 虚人们认为化石是会说话的石头 这种石头藏着珍贵的密码 不可再生 不可替代 同样 科学家们认为 化石是全人类的财富 是无价之宝 究竟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怎么起源的 怎么发展过来的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 通过我们普及啊 这个古生物学的知识呢 这个人类是怎么来的 生物是怎么发展的 生命是怎么起源 怎么演化的 化石是不栽生的 一种资源 一种不栽生的资源 你瓦掘了 或者你坏掉了 破坏掉了 就不可能再生 它又是人类 人类生物的进化 地球的演变的一个 整个的上一个过程 所以化石是很珍贵的 那么我们 又是全人类的财产 最古以来 地球是太阳系中立科行星 已有几十亿年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质的变化 物种的消亡和诞生 生命不断地演化 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 经历了由水下到陆地 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而古代生物的遗体 遗物或遗迹 埋藏在地下 经过漫长的地质变化 生物体力的有机质 与周围的物质 发生作用 形成化石 可以说 化石是一本珍贵的生命方案 它是确定相对地质年代的 主要依据 也是划分对比地层的主要依据 是识别古代生物世界的一个窗口 是研究生命企业 与演化的直接的证据 在生命演化的三十多亿研究 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从资源的角度来说 它是非常珍贵 非常珍惜的 这是一块国宝级的化石 它的名字叫中华龙鸟 然而中华龙鸟最开始的发现 却并不那么引人瞩目 1996年 辽宁朝阳四河屯的一位 叫李应方的农民 挖出来一块化石 和其他的是一样 这块化石看起来 也并没有特别之处 糟糕的是 它个头看起来还有些小 运到加剂以后 发现化石和其他别的化石 不一样 大约就这位置 这个位置 化石发现后不久 经缘巧合 研究员季强 获得了这块小型的恐龙化石 在季强看来 这块恐龙化石 却有些不一样 它长有很短的原始羽毛 具有像恐龙 又像鸟类的特征 于是 季强将它命名为 中华龙鸟 季强认为 这应该是 鉴于恐龙 与鸟类之间的一种 过渡型动物 顿时 这一消息 轰动了西门界 轰动了古生物界 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当时我们发现 第一块 那么西方世界 包括宫内的 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一百四十年的时间之内 是以 非恐龙 此元 家术 为前提的 也就是 非恐龙 此元 家术 上主导地位的 也就在那种情况 突然我说 鸟类 就是有 小型 小型 就被恐龙 演变的 中华龙鸟化石 作为鸟类演变的 重要证据 是世界上 发现的 第一块 带羽毛的 恐龙化石 中华龙鸟化石的 发现 是近一百多年来 恐龙化石研究史上 最重要的 发现之一 不仅对研究 鸟类起源 而且对研究 恐龙的生理 生态 和演化 都有不可估量的 重要意义 2010年 中华龙鸟化石 成为世博会 辽宁馆的 镇馆之宝 一块看起来 很普通的化石 因为一次偶然的 科研发现 转眼就变成了 国宝 这也许 这也许正是化石的 神奇魅力 这一个特别深入 很关键的 很 这种化石的发现 可以颠覆 一个理论 颠覆一个规律 不就这样的吗 实际上对科研工作者来讲 我想 它的这个 科学价值 它以后研究出来的 科普价值 是不能以这个 金钱来衡量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想 这个中华的化石 它都是 没有价格的 或者说无价的 事实上 一块珍贵的化石 可以成就一个科学家 而同样 一块假的 拼接化石 也可能会给科学 带来不少的麻烦 这块著名的 辽宁古道鸟化石标本 最开始 也被认为是 无价的宝贝 1999年初 国际恐龙研的学者 斯蒂芬塞克斯 买下了这块 他认为 最具有科研价值的化石 他认为 这块来自中国的 带羽毛的恐龙化石 是介于恐龙 和鸟类的新物种 这则论文 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刊登 旋即 引起世界反响 然后我也正在研究 两种恐龙 一种叫北漂龙 一个是中国鸟龙 就一起跟古道鸟 就好几个恐龙 一起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中国发现了一些 一系列重要的化石 当然那会儿 古道鸟是他们的核心 然而 一件非常凑巧的事情发生了 同年12月 徐新在一次野外考察中 从一个农民手里 看见了这块标本的尾巴正膜 证实这块化石 只是来源于多个动物化石 拼凑而成的假标本 是一个人为的物种 在辽宁出野外说 把他那个尾巴 就是发现尾巴的小恐龙 在农民手里看见了 研究的过程 觉得这个尾巴 怎么觉得他在哪里 见过那么像 后来一下想起来了 跟古教的尾巴一样 然后所以然后就 马上我就写的很辛苦 古教地理协会 我说古道鸟肯定是个假的物种 一向严谨的科学家们 犯下了错误 所信的是 古道鸟化石的真伪 最终得到了确认 科学发现和研究上 的一次错误得以纠正 同时也避免了一场 更大的科学悲剧的发生 假如这个错误没被纠正的话 那么古道鸟的化石呢 就会被当成一个 进化上非常重要的物种 一直被论证 被研究 然后这些信息呢 会放到这个研究 这个恐龙变鸟的过程当中 这样如果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话 那会确实很悲哀 其实不得不提的是 最开始 辽宁古道鸟化石标本 源出自辽宁省西部地区的 白沃记地层 距今有一亿多年历史 对古脊椎动物 与生命起源研究是价值极高 不可多得的珍贵化石 然后 这颗化石一度流失海外 所以说恐龙学者赛克斯研究的 是一块经中国走私的化石 有关专家认为 走私化石不但影响科学研究 肆意乱采乱挖化石 还会导致许多相关重要的 科学信息的丢失 我们做这个古生物研究这么多年 去过了很多的化石残地 有的时候呢 你看见这个满山遍野被挖的 这个麒麟八落的 有的时候是农民 有的时候是信息 有一些化石 这个不懂专业技术知识的人 这个自己就处理了一些化石 会把一些重要信息 这个显示掉 看到一些化石走私了英国 走私了美国 走私了德国 我们也很心痛 那么好的东西 我们工队都没有研究 现在跑到工外去 我认为 只要存在的走私问题 有一个带一个 而且严怕 重怕 这是毫不理解的 你不是你一个个人问题 这是签在这一个中华民族的问题 我国是古生物化石大国 近一个世纪以来 在我国发现了 迄今世界第一大化石群 辽西任何生物群 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软体动物 曾经化石群 对研究 埋藏学 古生态学 古地理学 极具意义的贵州和云南三叠纪海生生物群 以及四川自贡 云南陆丰 山东诸城 内农古二零浩特等 几乎并布中国全境的 恐龙化石产地 这些化石资源 都是大自然赋予我国不可多得的 珍稀资源 我们国家 你刚才说了 是一个古生物的大国 在某种意义上 在某些们的时候 我们也是古生物的强国 也是个强国 就是我们国家 只有很多的 古生物的门类 古生物的什么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那么像猪虫发现 这种大型的 这么集群的 这种大规模的 恐龙的出现的话 应该说 这属于非常重要的 属于国家一级的保护化石 属于这种名录里边的 那么它现在 它在全世界来说 目前我 就我个人所知道 是目前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 一个恐龙的坟墓 所以这个 在全世界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我国是强大的 化石产地 拥有强大的化石资源 然而 化石保护的现状 却不容乐观 古生物化石 倒挖走私的情况 还时有发生 在盛产古生物化石的 贵州关林 河南西峡 辽宁辽西 以及新疆 河北山东等省区的 众多化石产地 存在的乱彩 烂挖化石 走私出境的行为 对我国的古生物化石 保护已构成威胁 随着古生物化石 收藏热 也开始逐步出现 古生物化石的 经济价值 也开始显现 由于经济利益 这个驱动 目前来看 倒采倒挖的现象 还是存在的 也是时有发生 那么尤其是 最近十多年 当我们到一个地区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 这种古生物化石 被这种倒挖 或乱彩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应该说是触目进行的 让人非常的心痛 为了保护化石 我国成立了 17个国家级地质公园 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辽宁省成立了 专门的化石管理局 近三年来 国土自研部 先后从国外追回 中国流失海外的 古生物化石 五千多件 多数是国家重点 保护的化石 恐龙骨骨化石 恐龙蛋化石 剑齿骨骨头化石 等等 然而 这样的保护措施 似乎远远远还不够 那么 保护化石 如何保护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古生物化石 古生物化石是无价的宝贝 一块化石可能颠覆一个科学理论 也可能决定一位科学家的成败 化石有真有假 有好有坏 有的化石转眼成了国宝 有的化石还仅仅只是一块化石 或许 这就是化石的魅力所在 那么 如何保护和鉴别化石呢 敬请收看 明天的 无价的宝贝 古生物化石 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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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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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